判決結果不是沒有辦法接受 把管是民進黨的既定政策 政治追殺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逼著管中敏辭職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回過頭來講 寫了個幾篇文章 對不起 從李登輝到蔡英文 通通寫過社論嘛 那這些要不要查 那個台灣民眾最討厭的 充滿著權利益傲慢的蔡英文 又回來了 所以她的這個狀態 這麼持續下去的話 我想對蔡英文的選情 無疑會有越來越大的打擊 我們看到的蔡英文 跟過去看到的蔡英文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她心目中只有權利 沒有公平正義跟是非 中文字幕作為功能 紛亂 我們坐下 中文字幕作為資料 我們下icht